这一黑科技是太空技术的制高点 有何独特之处 我国现在是什么水平 国际做出高度评价 自天空二号任务圆满完成 顺利陨落 其伴随上天的多个实验项目 也捷爆频传 尤其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黑科技 今日也传了好消息 未来将在太空项目中大展拳脚 据官方最新消息透露 2020年 有望将冷原子中技术 应用在北斗导航系统上 无论是GPS 伽利略等导航系统 目前都是使用普通热原子中 冷原子中将让北斗精度大大提高 成为导航系统中最高精度的原子中 冷原子中 是用激光把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这一环境下受外界干扰更少 精度更高 相比热原子中 冷原子中有何独特之处 如果用如原子中做比喻 它是三千年不差一秒 而冷原子中做到了三千万年误差 不超过一秒 近些年 空间冷原子中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但是如何把冷原子中送上太空 却成为了困扰全球的难题 2016年天宫二号搭载世界上首台太空运行的冷原子中升空 突破了目前空间热原子中性能的局限 并且运行了三年没出任何问题 将太空时间精度提高一到二个数量级 对上天的火箭 卫星或轨道舱进行测控 就需要高精度的时间同步设备 有了它 就像风筝有了线 由于空间冷原子中 可以在太空中 对其他卫星上的星载原子中 进行无干扰的时间传递和校准 使得基于空间冷原子中 受识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具有更加精确和稳定运行的能力 不过预计在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系统 在冷原子中 有望应用在北斗导航之际 预计在2022年发射的载人空间站上 还将发射一套空间超冷原子物理装置 比冷原子中还要冷 近时 包括北斗载人空间站的精度 将再提升一个台阶 这一黑科技 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德国杜萨尔多夫大学 原子物理学家斯蒂芬·席勒等国际同行 做出了高度评价 随着实验的成功 中国在天机冷原子传感器的研究 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